阿雅荣誉出品 第461集 紧急 漫漫海陆 如同一个无边无际的梦 梦醒时 九州大陆的侧影已经遥遥渴望 王陆站在船弦上 只觉得跨越无尽之海这半个月时光里 看似漫长 却仿佛转瞬即逝 令人心中有有几分不舍 当然 真要他在海上再漂半个月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 船上的条件无可挑剔 最为优秀的船体设计 最为精美的装潢 堆满了船舱的西仪奢侈品 超过二十名妩媚多情的侍奴 以及其余的金银珠宝若干 如此奢靡的待遇 一般的西仪的异国之军都享受不到 王陆实在是在东部城邦里 享受了英雄的待遇 任无可忍 实在是船上火石太惨烈了 这怎么想都是西仪鬼畜 不是 是鬼畜阿雅的错 阿雅信心十足地说 航行期间包做饭菜 可是在第一日的酒酿烧鸡以后 阿雅就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菜了 事实上 他也只学了那一道菜 而酒酿烧鸡在蜂蜜酒用完以后 也做不出第二份 纯粹是阿雅在酒酿烧鸡记忆有成以后 自以为已经领悟了烹饪的精髓 一法通万法 自信过了圣 而王陆一时不查 结果第二天 就见识了仰望星空的改良版一 仰望星空的改良版二 之类的不明物质 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啊 王陆连连赞叹 阿雅不该当骑士王 而应该去做国家炼金术师啊 给他一间厨房 和足够的食材 他早晚能够合成贤者之食 对此 阿雅深感挫败 但是 他又怎么可能为眼前的一点小错 萎靡不振 相反 他精神鼓舞 奋勇向前 而对于王陆来说 到了第三天 情况就愈演愈烈 阿雅在几次尝试不成功之后 干脆开始用试错的方法 来寻找烹饪的感觉 在浪费了半个船舱的食材储处备之后 他的炼金术再次精进了 距离人体炼程只有几步之遥了 忍无可忍的网路 用筷子划出三寸键煤来 将阿雅端上来的几十道不明物质 隔绝在外 怒吃道 阿雅 你有本事自己尝尝 这什么鬼东西啊 你头料不精 调味无道 火候欠佳 翻烧无力 没有一个技术像样的 就凭你也被遭到船上的上等食材啊 真是白日做梦啊 阿雅冷漠不语 目光的坚定却是半点不退 所以 王露的悲剧就只能延续了 按理说啊 遇到这种情况 大不了换人呗 船上的二十位侍女 不但妩媚多情 而且厨艺上架 随便挑出一个来 哪怕闭上眼睛做饭 也比阿雅做的靠谱一万呗啊 但是王露偏偏就不能换人 因为要阿雅回归九州 基本是她提出来的 而对于阿雅而言 她可是放弃了骑士王的身份 以及石中剑 陪王露回来的呀 一个女人都为你做到这个份上 你吃了几根大贤者之食 又算什么呀 好在 王露最终还是找到了 解决的生存之道 因为阿雅就算有千般不适 至少有一条靠谱 她的刀工绝对是宗师几点 这当然也是废话 一个传奇机的剑尸 五刀弄枪的本事 怎么可能差得了呢 所以 王露干脆将食谱改为了刺身盛宴 除了各种鲜鱼刺身 传上的其他食材也能做成刺身 比如说火腿刺身 香肠刺身 南瓜刺身 西兰花刺身 以及面包刺身等 这才给了王露一条活路啊 八公 天天吃刺身的日子 对于食不厌惊的王露来说 实在是苦啊 所以 当王露看到陆地的丑 九州大陆的侧影 在她看来 就像是一盘香气扑鼻的五花肉 哪怕眼下明显是航线出了一点小问题 偏离了应有的方向 没有看到码头啊 港口 王露仍是满心喜悦 反正 对于她这种准金单来说 有没有码头不急 也不是那么重要 而随着船只不断地靠近 王露仿佛真的闻到了肉香 而且还是火候恰到好处的烧狗肉 再过了片刻 王露站在船舰上大吃了一惊啊 因为她看到 在海滩上 有个衣着朴素的女子 正姿态豪迈地摆弄着一只锅子 里面大块的肉块 咕噜咕噜咕噜地沸腾着诱人的香气 正是一锅烧狗肉 而那个女子赫然就是 狗肉蝉狮 小七 虽然是低虎 远在树里之外的小七 却抬起头来 对王露一笑 等你好久了 终于是来了 说话姐 她身形一动 人和锅已经一道上了船 速度之快 令人砸舌 来得虽然不早 但你来得真强 我在这海滩等你半月了 刚好逮到一条黑狗料理了 你就来了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吃吧 吃完跟我一起回去 你市门等你快等疯了 小七一边说着 一边将锅架在了甲板上 背后 手就从戒子袋里面 摸出一轮碗碟和勺块 交给了王露一副 也递向了郑默然站在王露身后的 阿雅身前 哦 阿雅嘛 脚文大名 初次见面 来尝尝我的手艺吗 阿雅愣了一下 皱了皱眉 竟然是白手拒绝了 以阿雅的性子 盆上会表现得高贵冷艳的 此番拒绝 在王露看来 纯粹是因为同行人缘解 比起她的炼金制品来 这一锅狗肉 足以颠覆她的三观 抱着她那个认知 世界明显扭曲的小脑袋了 小气也不在意 端起自己的碗块 开始大块的吃肉 姿态是酣畅淋漓 一边吃 一边对网路说 嗯 见于咱们两个 抢食的速度 都有些快 我就长话短说啊 你先前在西夷大陆 请了时长不定的婚嫁 你师门长老体恤你西行辛苦 便远了下来 但你也猜得到 这次西行结束 回来以后 事情是堆积成山的 而你在西夷大陆扮演的 也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 所以需要你参与的事情 也是不少 拖上十天半月 倒也罢了 你这一拖一个月 九州这边难免等得及了 如今在你这艘船 可能靠岸的地方 有不少人都在等你 你运气不错碰上了我 正好和我吃上一锅狗肉 小气说着 已经将和网路刮风 干净的锅子给收起来 站起身来 唉 然后咱们就准备走吧 算算时间上 恐怕也差不多了 什么时间差不多了 而且我这艘船怎么办 放心丢不了你的 之后万象盟会来人 帮你收拾好的 唉 总之你跟我走就对了 说话间 小气已经扣上 网路的手腕 不过 与此同时 她的手腕 也被阿雅扣住 网路见阿雅一脸的严肃 怕是误会什么 赶紧解释 唉 这是我师父的朋友 我跟她没有奸情呢 心里想 就算我跟小气 真有奸情 也不至于 为你这么看管吧 你这鬼厨 是不是管得也太宽泛了 阿雅却不理会 目光在小气身上 不断地游走着 越发狐疑起来 你 莫非你是 话没说完 小气已经抢先数 唉 贫僧狗肉 初次见面 稍后再见 说完 她身影一动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且 带着网路一道 阿雅 唯唯一愣啊 虽然她的实力 完全可以阻止 但她并没有那么做 过了一会儿 阿雅 失笑 原来如此 是你啊 与此同时 王露只觉眼前一花 不知被狗肉蝉尸 拉着穿越了多远的距离 来到了一个人生嘈杂处 而举目似望 顿时让她大吃一惊啊 这什么地方 怎么这么多人呢 人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么多人几乎都是 有头有脸的任务 而非随处可见的大众人 昆仑山的大长老 万法先门的执法官 圣经先门的巡视员 任何一个拿出来 都是响彻一方的人物啊 类似灵剑山 天剑堂长老这个级数 而此时王露一眼望去 便足可见数十成百 这么多人 此时汇聚在一个 宽阔的草原上 显得是拥挤不堪 而天上 则悬浮着五道金台 居高临下 是威严万千 再观察了一会儿 王露终于想起这个地方 而且顺带将一切 都理清出来 天南山 群仙墨 这他妈是要开仙墨啊 正在举行开门典礼呢 所以此地群鹰会脆嘛 然后我作为 西行巡物的最大公产 理应上台发言啊 人们找不到我 但总不能因为一个 不到金南境界的弟子官 就推迟典礼 所以说很多人急得不行 是这样啊 小七在身旁拍手笑 跟你在一起 就是省了说话解释的力气 既然你现在都知道了 那你就 话音刚落 一名长者便说得出现在 王露身前 一把抓过他的手 可算是到了 可算是到了 再不到 你这发言可就被圣经的弟子顶掉了 哎呀 荣誉出品 眼前金台璀璨 是被转移到了天上金台了 金台上的人仍是不少 而且分量明显比台下的诸位长老要更高一九 王露的目光一扫 呼吸都为之一顿 万仙蒙五大超品门派的掌门竟然是全员旗帜 灵剑派的掌门封营 圣经仙门的河图 万法仙门的天伦 昆仑仙山的竹日 以及君黄山的君神枯琴 其中 君黄山的枯琴是最为面生的 他穿着厚重的盔甲 带着密不透风的面具 根本就不显真如 事实上 就连他的肖像都是遮蔽在面具里面的 显得是十分神秘 事实上 自从君黄山上一任领袖无双军神陨落以后 这个被许多人斥骂为疯狗的文派 已经低调了几十年 大概也唯有群仙墓开门 才能够引得他们的出现 而就在王露观察众人时 他也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他在西夷大陆的所作所为 在场高层时无一不知晓 对这位神奇的灵剑首席 几位合体骑真军 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 而无形的目光带着若有若无的压力 足以令一般的金丹真人都为之震撼 不过王露却恍若不决 因为在王露身边 白衣马尾的女子单手按在腰间翠竹剑上 为徒弟遮封闭 同时封银真人的声音响起 好了 我们的首席王露及时赶到 一程是否应当恢复原样 由王露来做第三场发言 说话时 他的目光直视着金台居中的道人 也是此间地位至尊的 和图真军 和图沉默了片刻 点点头 对金台一侧挥了挥手 一名已经盘膝而坐的女子站起来 恭恭敬敬地退下去了 那名女子是圣经先门的弟子 也是原定接替王露的发言人 虽然不知道她在戏仪做了什么 但是有资格接替王露发言 显然也是有惊人的功绩 可惜 本该她万丈光芒的机会 被王露横加掠夺了 便如刚过了门的新娘 惨遭凌辱凄惨不堪 但是女子眉目淡地 起身时回眸一笑 如春风拂面 王武适时介绍 那是琼华 圣经先门的首席弟子 哦 琼华 听到这个名字 网露顿时有些如雷贯耳的感觉 九州大陆 不知道零剑派的人或许有很多 但是不知道琼华的人 着实是不多 作为圣经先门的首席弟子 琼华先子自出道便万丈光芒 处于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之处 他一言一行乃至一贫一笑 都为人关注 不仅因为他是河图道人的关门弟子 也是圣经先门下一任掌门的有力竞争者 更因为他貌若天仙 倾国倾城 在任何地方 美女都更容易抓人眼穷 更何况还是前途无量 仙法超绝的美女 本来灵剑派的琉璃仙 朱石瑶 昆仑仙山的周木木 都有接近的特质 然而 与琼华相比 都各有各的缺陷 朱石瑶不通人情 师之冷漠 琉璃仙天真烂漫 师之幼稚 周木木心直口快 师之急躁 各有各的缺陷 而琼华仙子却圆润自在 完美无缺 在任何一点上 他都不是最突出的 如琉璃仙那般在临阵驻击 剑斩血云十二腰的惊人战绩 他不曾有过 如王禄那般 频频与前辈修士作斗争 巧妙利用一切的资源 视境界差距于无物的奇迹 他也未曾创造过 朱石瑶号称同境界无敌 他不敢妄言能胜 然而 他一步一个脚印 修行了近二十年来 已经稳稳站到了 金丹真人的境界上 没错 琼华仙子已经是金丹真人了 这一点在王禄与他目光对接的瞬间便领悟于心 金丹与非金丹 这道门槛可深可浅 对于许多庸人而言 成就金丹无非是法力更进一步 并无可虑之处 但对于少数人而言 金丹前后是截然不同的境界 人与人的差距在这道门槛以后 便被拉得更大 王禄当初在云台山 以出路虚丹的修为 便敢应接元英级的虎王一两招 但此时 他哪怕已经有了虚丹巅峰级的实力了 也不敢说自己的无相见为 能够在琼华仙子面前万无一失 琼华仙子二十年成金丹 不敢说钱无古人 但是速度实在是快得惊人 更可怕的是 他根基稳固 一旦金丹有成 便是脱胎换骨 以前人们按照王禄的加法估值来算 琼华仙子的加值大约是十四五 和琉璃仙相近 但是如今 未超过金丹关卡的琉璃仙 已经没有资格与他抗衡了 除此之外 最让王禄在意的是 那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 琼华仙子在师父的要求下 起身离场 与王禄视线相对只有瞬间 但是王禄却仿佛听到了 琼华仙子温柔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久闻君之盛名 今日一见 方之盛名之下果无虚事 我十分期待你的报告 彬彬有礼的姿态 令王禄对琼华观感大为改观 在此之前 他未曾与琼华见过面 但是也是久闻盛名了 人们说他谦和有礼 温文尔雅又不失高贵典雅 如高岭之话 而王禄根据新闻舆论 尤其是圣经先门的通常惯例 自动将其解析为装边成性 道貌岸然 然而此时一见 却发现是自己先前想的偏了 琼华此人 似乎真是有些门道 并非是圣经先门庞大宣传机构下的 精美包装品 不过王禄也来不及考虑琼华 此时金台上 诸位门派掌门已经逐一落座 河图 竹日 天伦 枯秦 风吟 均在居中的金台上 两侧则是万象 刘云等 上品大派的领袖 而诸如 展子叶 周木木等门派首席 就只有服侍在师门长辈身后 并无资格落座 王禄却在师伯方赫和师父王武的指引下 在金台中左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按次序 竟是仅次于武爵掌门的席位 王禄一边坐下 师父一边在身后悄悄为他解释眼前的一切 那日掌门拿到王禄的钥匙以后 第一时间返回九州 之后 法管委一边同万仙盟 对钥匙全面检查以保证万无一失 另一边就是筹备今日的盛典 为了这群羡慕 法管委乃至整个万仙盟辛苦数年都未有所得 如今终于见到胜利的曙光了 大喜之下 这庆典的规格就堪与万仙盟数十年一度的万仙大会相媲美了 而典礼的一程主要有三项 第一是万仙盟的领袖何图真君发表讲话 而后是法管委的主任封吟发表讲话 考虑到这两个人的身份 他们的讲话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而第三项就比较令人惊讶了 万仙盟竟然安排了王禄作为突出贡献奖得主发表讲话 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 王武在徒弟身后颇为嘲讽地说 仔细考虑一下万仙盟和法管委这群人几个月来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吃巨资远渡重洋 既不是为了贸易也不是为了殖民 而是为了群仙目的开门钥匙 但他们除了在西夷大陆和当地土著们杀的流血漂炉 两败俱伤 可曾有任何实际有效的成果吗 黄金王是你建的 钥匙是你拿的 从始至终跟他们半点关系也没有 要不是你后来在西夷大陆上又多逗留了一个月 让万仙盟和法管委多少有时间为自己涂脂抹粉 这一整场行动根本就是闹剧 这次开门典礼要总结过去几个月 乃至几年来的工作成绩 可没有你的话 他们又有什么可总结的 总结自己的官僚机构是何等臃肿低能吗 要这么看呢 的确是没我不行啊 不过这又奇怪了 既然我的重要性如此不容替代 那穷华又是何德何能啊 竟能作为我的替补 在此处就做 他 他是法管委西行除你之外最大的功臣啊 还记得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情况吗 当初掌门师兄单独去知识之都寻找群仙墓的钥匙线索 不仅仅是为了甩开天月 让他放手失为 师兄的确是需要有力的证据 证明群仙墓的钥匙是在王之宝库里 他作为法管委的负责人 其实深受机构臃肿官僚化之苦 做事呢不能像你这么专断独行 就有六七分把握要是在宝库中 但他依然要去寻找线索 但以他的智商和外语能力 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 于千万间图书馆中寻找线索 简直比他找媳妇还要艰难 当时是琼华在他身边帮忙 才终于从上千本文献中 综合得出线索 琼华 嗯 就是琼华 他一人独行 比任何人都要更早地 进入知识制度开始调查 除了定位了群仙墓的钥匙以外 他还帮忙梳理了圣光教 几位圣者的资料 从无数蛛丝马迹中 分析出他们的弱点 疯狗天月和掌门师兄 能力压圣光教的传奇圣者 琼华整理的资料功不可没 王露感慨 想不到他还是学术型人才 真是人不可貌相 行吧 琼华的问题估计放到一边 重点是你未经我同意 就安排我发言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 话没说完 王武就将厚厚的一打发言稿 逼给他了 不用你准备 一会照着这个念 一个字也别查 王武淡淡地说 放心吧 这是发管委牵头成立的 起草小组 偶心沥血三日三夜的成果 预告前还专门叫对了三遍 保准是自真俱拙 自子珠鸡 王露是越听越玄乎了 不过 还没让他翻开来细看 一道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道 自旁边不远处扩散开来 如同春风拂灭 却有力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从手上发言稿处移开 各位道友 秦仙墓开门一试 现在正式开始 开口说话 是居于金台中左部的风吟真人 也是典礼的主持人 这位灵剑派掌门人 声音不急不缓 平平淡淡 但当他开口的刹那间 方才那还略显 嘈杂的草原上 顿时就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收敛了声音 专注一心 千万双眼睛齐聚金台 等待着风吟真人下面的话 姿态虔诚 当然 在虔诚的背后 不知有多少人在心中暗骂 万贤蒙的死官僚 卑鄙无耻 这种抓人注意力 逼得人不得不认真听讲的法术 是万贤蒙几千年来的官僚文化传承 起源已经不可靠 千年来被人恨的是咬牙切齿 却仍然是生命力顽强 每当重要领导讲话时 都会用出这道法术来 逼得下面的人 连瞌睡都不能够 好在 风吟真人的开场白非常简短 三两句话便进入了第一项议程 接下来 由万贤蒙盟主和图道人 发表讲话 在换人的短暂时间内 法术解除 王禄不想浪费时间 便低头翻起了发言稿来 然后 在第一眼的时候 就恨不得拍案而起 因为王禄第一眼就看到 自己的发言稿题目居然是 关于赴西大陆执行巡物工作的情况报告 而题目下面的第一句话则是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万贤蒙 第107次全体大会精神 气势做好群仙木发掘管理相关工作 认真寻找群仙木开门钥匙 我们团队紧密团结在 以风吟真人为核心的发管委周围 牢牢把握发管委 第一次工作大会上的确定的工作要点 认真开展各项工作 现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精心准备周密部署 这他妈什么豆下 王禄恨不得当场就焚书坑儒啊 可惜 就在他刚准备发飙的时候 核图真人开口 满腔怒火 只能够忍下来 总之 在新的阶段 发管委将在万仙蒙的支持下 坚持艰苦奋斗 坚持开拓创新 为仙道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着风吟真人念完最后一个字 金台下方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当然 不是因为风吟真人的发言有多精彩 而是折磨人的领导讲话 总算是告一段落 让人如释重负啊 一边听着无聊的报告 一边又因为法术作用而不能转移注意力 这种感觉与遭受强暴也没有什么区别 万幸 风吟真人体量大火 报告全文非常简短 至少相较于整整念了三个时辰报告的 河图道人已经算是特别厚道 当人们如释重负之余 想起不久前 河图道人的报告 真是心有余悸 事实上 河图道人并非那种浩大喜功 贪图行事的官僚修士 作为九州修仙境界的最高者 他对修行的兴趣远大于权势 无论是凡间的权势 还是万仙蒙的权势 但同时 河图道人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 不可思议的人 责任心强盗足以令绝大多数的修士 自残行贿 他作为圣经县门的掌门人 万仙蒙的名义的最高领袖 对工作职责是高度重赏 分内之事必定要做到尽善尽美 在群仙目开门典礼上的讲话 河图道人需要总结并指出 万仙蒙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而万仙蒙设计机构人员之繁多 使他要面面俱到 就必须要花上这么多时间 三个诗人的报告 他已经是反复精简的结果 要是有人认真听起来 不难发现 其实内容上 已经到了千金难改一字的程度了 两位领导之后 就轮到了获得突出贡献奖的 王禄发言了 包括 到了王禄发言的时候 人们明显懈怠起来 先前河图和封吟所用的法术 是以自身法力凝聚气韵人心 恶心无比 却偏有效力惊人 非化神境界 且居领导职位的修士不能施展 王禄一个虚单上品 弟子级的修士是不必指望 而金台上的王禄呢 也不在意 对于这种形式主义 堪称心神强暴的活动 它是深恶痛极的 哪怕是他本人作为演讲者 其实也是一场活动的施暴一方 但是也得不到半点快感 拿起了稿子 王禄以平淡的声音照本轩磕着 而台下的反应就五花八门了 大部分人洋装专注 其实是走神 小部分特立独行之辈 干脆直接开始冲嘴了 当然也有不少聆听专心的 因为相较于前两位领导级修士发言 王禄身上其实干货更多 如今稍微知晓内情的人都知道 万先蒙发管委 在西大陆的行动几乎全部是无用功 群仙墓的钥匙 是王禄跟他的小伙伴们单独行动拿到的 期间没有借助任何师门和组织的力量 若非此事在许多高层修士之间都有流传 难以作伪 实在是无法令人相信 一会儿虚单极的修士 完成了众多化神乃至合体真菌都未能完成的伪业 这已经难用少年英雄之类的说法去理解 所以许多人着实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 网络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三 认真细致做好准备工作 一 组织层面 精心挑选队员 宁缺无赖 充分借助师门力量 挑选同位中的实力过硬 服从性较强的队员 同时聘请专业外援 这一步扩充力量 一边念着稿子 网络也在一边感叹 这稿子的起草人真心是强大 能将自己这几个月来的生动冒险经历 硬生生总结的如此枯燥无味 如果自己几个月前 看到这么一份工作计划书 估计当场就放弃西行了吧 不过 这稿子的好处呢 就是万无一失 任凭再挑剔的人 也难从中找到任何的疏漏忌讳之处 稿件中的每一个字都准确而简洁 同时内涵丰富 比如聘请专业外援 进一步扩充力量这句 聘请二字 就微妙地点出了阿雅的身份 并非零剑派的内部人士 如此一来 就算出了什么问题 也可以用临时工 境外有人等理由推托开去 而这句话 放在挑选同辈之后 虽然多少弱化了阿雅的作用 但是却突出了 零剑派同辈队员的力量 明显是政治正确的修辞手法 念着稿子 网路不自觉想起了 在布莱东尼亚龙城时 听到过的有关圣光教的见闻 圣光教中曾经一度流行苦修 也就是以禁欲的方式快速提升实力 然而 其他欲望没的倒也罢了 繁衍的欲望要是没的 圣光教麻布可就大了 西大陆职业者的传承 很大程度都是靠的血脉力量 圣光教的牧师们也是如此 血脉精纯的更容易感悟圣光 得到圣光赐福 而这些精英人才 若是个个都去苦修禁欲了 在教会高层看来 简直就像是给优良种马 做了绝育手术啊 是丧尽天良 所以经过高层几次研究 提出了特别的繁衣方法 一块白布盖在女方身上 在关键部位挖出孔洞来 然后苦修士便隔着白布 通过孔洞完成繁衍大业 当时听闻此时 王禄盛赞了发明此法的圣光教 认为这种方法 无疑是一种强大的精神绝育法 体现了西人民的强大智慧 而此时 看来九州人民的智慧也不逊色啊 这种枯燥的报告书 可不就是一块屏蔽 隔绝了所有快感的白布吗 包括余光撇过 王禄却看到金台上的许多领导修士 比如昆仑山的逐日真君竟然面露陶醉之色 听得是津津有味 而一项严肃形容的河图道理 虽无明显的表情变化 却也是频频点头 显得是颇为认可 王禄当时就震惊了 这里需要多强大的脑补能力啊 才能将干巴巴的文字脑补成令人愉悦的故事 真不愧是领导啊 已经达到了越近天下公文 心中自然高潮的境界了 而在王禄心情变化 脑中已经完全走神开了小差的时候 他朗松搞见是依然顺畅 作为虚单级修士 无相先心 虽不如那些金单元英强大 但是一心多用却也是基本功 罢过 因为他对公文完全无兴趣 念的时候也没多想 等到发现台下有些人反应不对时 已经晚了 物质层面 精心选择质量过硬 物美价廉的法宝道具供应商 如供应飞剑的 苍兮州断月斋 在打折时段 以特别优惠价 3888零食一口的价格 批发购买了20口法宝飞剑 供应护心镜的金顶罐 以协议价 9888零食的价格 购买中品法宝混元镜 在飘香区购买特价丹药 一边念着稿子 网络一边有些头脑发萌 手中稿件 接下来的几十页内容 竟大部分都是来介绍一些 不知从哪个鸡脚杆栏里面 杀出的野鸡山寨供应商的可疑产品来 他当初出发之前 的确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但是绝不曾光顾过这些不靠谱的商家 他若是要采购 基本都是通过师门内部 或者是玄天馆的 那这些东西又都是从哪来的呢 想起将稿件送到自己手上的 正是自己敬爱的贫穷的师傅 网络觉得这一切都不需要解释 哎呀 荣誉出品 第464集 闪开 让专业的来 同时 在网络的身后 金台车挡住众人视线的地方 网络已经听到零剑派的长老们 开始骚动去了 三师伯掌兴长老方鹤 力声质问五师妹 意欲何为 你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是什么场合 你想让整个门牌为之蒙羞吗 王武却一正言辞地辩解道 我可是拼了命才拉到这么多赞助商好吗 这些无良商人虽然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但每一个都是交了巨额广告费 我才在稿子上加了他们的名套 单单这几十页纸 不到一万字 就价值上百万零食了 千字一万加 你怕不怕 我们零剑派能否洗刷贫贫贫的名头 就在此一举了 你才贫贫贫 你全家都贫贫贫 掌管门派财富的六长老陆离当时就跳起脚来 整个吴向峰真正义上的贫困人口就你一个 名剑派人均盛产总值 在整个万仙盟是排名前列的 人均财富拥有量也是第一方针 贫你全家啊 方贺愤怒不已 为了钱你这千乎装一经 Feuer 往武反而疑惑地问 王武反而疑惑地问 那可是钱呐 有了钱还需要顾虑什么 眼看方贺就要不顾在场中人对自己出手惩戒了 王武立刻补充说 我会上脚部分利润分成的啊 陆丽眼前一亮 师兄且慢动手 听听他的分成比例 师门长老的争论 并没有让王露太在意 相反 他的心思已经被其他的事情吸引过去了 千万灵石什么 对于如今的王露而言 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灵石这种财富 只对大型组织机构有用 他在意的是更稀缺的资源 例如高品质的法宝 或只有足够借鉴参考价值的高阶功法 这些东西是有钱也难求的 真金白银或者是零食都不好用 通常是用更高一级的货币单位进行交易的 目前通行的是用品质比较好的上品法宝 这一点东西大陆倒是有共通之处 西医大陆那边 磨银币之上是一种名为乔丹之石的宝物 而上品法宝对王露而言也不是容易拿到手的 不过现在看来 他却是看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 差点忽略掉 我现在已经是名人了 与和图 逐日 天伦等人通过席了 而且还有武爵首席的身份 已经是标准的大V了 在无数人的惊恶当中 王露终于念完了自己的报告 而此时 身后几位长老的吵闹也告一段落 王露中间听得很清楚 张庆长老要依照门派规则 对师父的非法所得进行全数收缴 师父数次抗议无效 只得吞咽苦果 哭丧着脸 而现在一副仿佛遭人强暴凌辱的表情 方鹤也是无奈 便不多加追究 王露见此不由冷笑 三十波还是把王五想得太简单了 这家伙 要是真的被人洗劫财富 绝对不是现在这个表情 如今这副我认栽的姿态 只能说明一点 他谎报了自己的非法所得收入 三十波收缴的百万零食 对他来说根本就无关痛痒 那帮赞助商给他的广告费 绝对不止区区百万零食 至少第一笔钱只是定金 后续绝对有高额分成的 其实想想也能明白 一个在万歇盟最高规格的会议上的 公然广告价格 其实百万零食就能够照得住的 包括这些话他就没必要说了 回山以后 再慢慢跟师傅讨论分成比例就行了 总不能自己广告他拿好处吧 二代王露念完稿子以后 就轮到今日最重要的议程 开启群仙墓大门了 群仙墓入口 原本是藏在太古建种的最底层的 不过这几年来 法官威早就对太古建种 做了充分的发掘和改造 而为了迎合今日的典礼 还特意将入口打造成了一道 真正的大门模样 摆在了辽阔的草原上 如果单只是一道大门 就显得形般影致了 但是当封银真人抬手 举起开启群仙墓的钥匙时 整个草原都亮起了光芒 丛生的野草 以及植根的土壤纷纷下陷 而一个完整的城市 在人们的惊叹声中 从泥土中升起 放着在场中人的惊叹目光 金台上几位发光伟高层 暗暗点头 这座城市 其实是一项县礼工程 为了开门典礼 专程打造 看似规模宏伟 规划有序 其实从立项到完工 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 几位园英吉修士 联手施法 一座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城市 就应运而生 这座城市 很大程度上 借鉴了西大陆的淘宝城 只是城市格局更加合理 也更加有序 城市的主旨 是围绕一个挖掘不尽的宝库 打造出大量的配套设施来 一来 方便修士们进入群仙墓挖掘宝物 二来 也充分发掘了群仙墓的商业价值 在见识过西一的淘宝城以后 没有人怀疑 群仙墓的开启 对九州修士的吸引力 这里 必将成为九州人气最旺盛的地区之一 而群仙墓的大门周围 则真正是寸土寸金之地了 这座城市的核心地段 在开工前 就已经被万仙门五爵给瓜分完毕了 其中价值最高的 围绕大门的两块土地 分别归于灵剑派和圣经仙门 其余万法昆仑君黄山 则依次向外伸展 其实 在封言真人提议立项之时 他完全可以凭借网络的突出贡献 以及他在发管委的权限 让灵剑派拿到更多的好处 只是在与陆离商议之后 他认为 以灵剑派的规模和特点 占据太多地段也没有多少意义 还不如拿来作为人情 而除了已经被预定完毕的地段之外 城中还留下了不少空余的土地 则计划在合适的时期用于拍卖 所得归发管委统一管理 在这座城市出现以后 由封言真人命其名为封都 予以丰收的都市 同时也是一种纪念 在末法时代以前 九州大地上 曾经有一座以富饶著称的城市 也名为封都 不过 这座蕴含了无限未来的封都 今日注定只能作为陪衬 而接下来 就要真正地开启群仙墓的大门了 仙墓钥匙 由河土道人与封银共同持有 缓缓送入大门的缺口 在短暂而又漫长的等待当中 后中的大门豁然开启 露出一片繁星式的光芒来 在细碎的光芒之后 一团漩涡如同星云一般 缓慢而有力地旋转着 同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自门中传来 等了这么久 终于见到活人了 话音刚落 门前面闪过几道人影 天伦逐日枯勤 瞬息间就到了河土与封银身边了 万歇盟舞绝的门派领袖齐骏 与门中声音对峙起来 无论在事发前 发光伟和万歇盟 究竟做了多少准备工作 但是大门开启后的世界 依然存在着许多的未知 而未知也就意味着风险 王禄在太古剑种 最底层的经历 多多少少流传出去一些 剑魔钟圣明的故事 又不少考古爱好者熟知 而一位立扛四九天节的 陆地神仙级的人物 仅仅用来看守大门 那么仙目当中出现任何事物 也就都不奇怪了 而一旦真的爆发危机 在场的一些领导级修士 自然责无旁贷 方才他们端坐金台 高高在上俯瞰众生 这份特权的背后 也意味着特别的义务 四位合体真军 一位化神巅峰 事实上 在淘宝城外战胜圣光教 先知那一战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把 风吟真人当作 一般的化神巅峰来看待 这样的力量 就算是天上的真仙下凡 恐怕也讨不到好 而门内的声音 果然是停滞了一刻 之后 才有一些无奈地说道 不要这么紧张 我已经很久不吃人了 见门口的五人毫无反应 冷漠一对 门口的声音有些失落 几万年过去了 好不容易开个玩笑 都没有人应和一下吗 现在的修仙界 变得这么功力浮躁了 连陪一个刚出土的老人 说话的余性都没有了吗 好 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进入正题好了 能打开这座群仙墓 证明你们应该意识到了 它的价值 但是你们未必意识到 这份价值背后 所要承受的代价 五名当时绝顶修士 闻言是面色刻意 两秋之后 风吟缓缓地开口试探 这座仙墓是以地脉之力为核心 以深入其中的修士们 一言一行引发的因果为牵引 打造出适合的法宝 所谓代价 就是修士在其中 所要经历的力量 这个答案当然不对 至少不完美 诚然这座群仙墓的 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但是这就如同去餐馆 吃饭只计算食材成本 而不考虑做饭的厨师 跟端菜的小二 也是要过日子的一样 抵脉之力和修士的因果 只是群仙墓打造 法宝的基本成本 这座群仙墓的存在 必然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果然 门中的声音说道 这并不算是代价 这座群仙墓中的宝藏 对现在的你们而言 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殊我直言 沉睡几万年之后 看到如今的九州大陆 已经如此孱弱 我真是相当失望啊 而你们 想要获得宝藏 单单是历练二字 还远远不够 修建这座群仙墓的人们 难道会在意你们这些 后人的历练过程吗 风银说 那么 你究竟想要什么呢 责任 门内的声音淡淡说道 群仙墓的仙人留下的遗产 如果你们想取走其中的宝物 就要继承仙人的遗志 这是必须的责任 对此 风银并不意外 应该说 在为开启群仙墓大门 而筹备的几年以来 关于这座群仙墓的调查工作 也已经开展得非常深入 让人足以做出初步的判断了 当初 修建这座群仙墓的 是一群伟大的仙区 他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理由 建造仙墓 起见 踏遍九州 甚至不远万里前往西移 与远方的圣贤交流记忆 互通有无 而后 带着从一大陆得到的知识 他们才终于完成了 这座群仙墓 听到这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 为何黄金王的宝库会和群仙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群仙墓的钥匙为何会在黄金王的手里 也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反过 人们更加好奇的是 过去的人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 才会如此不惜代价地建造一座 对他们本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伟大建筑呢 具体的理由 当你们逐步深入之时 就会知晓的 这不是一锤定音的交易 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考验 在群仙墓中走得越深入 你们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而同时 你们要肩负的责任 也就越大 这时忽然有人问 若是只想拿好处 不想担责任呢 有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啊 如此赤裸裸 乃至无耻的问题 在场上万人当中 也只有一个人 敢这么光明正大的问出来 众人目光转去 只见 一位白衣圣雪 白衣飘飘的女子 不怀好意地笑着 而在女子身后 几位零剑派的长老修士 正努力想要制止她说话 却被她以无形的剑气逼迫 无法靠近深州三尺之地 门内的声音并没恼怒 那是不可能的 当你拿到宝藏时 自然会肩负起 相应的责任的 不可拆分吗 王武仿佛已经猜到什么了 脸上的笑容 渐渐多了几分凝重 而后摘下腰间的酒葫芦 一口气喝了大半个葫芦 门内的声音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 才发出一声叹息 和活人说话的感觉 真好啊 哪怕只有三两句 也胜过在仙目中 自言自语数万年 可惜我的力量却已经用尽了 后人们啊 努力在仙目中探索吧 既是为了仙人 也是为了你们自己 说完 门内的星云漩涡便自行解离开来 那个声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 门后的点点星光却变得更加耀眼 很快就连成了一片 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迎接着人们的驾铃 五大门派掌门彼此对视了眼 而后封吟主动上前了一步 我为发管委的主任 理应身先士族 何图道人点点头 并不反对 第一个进入仙目的 固然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好处 但是更有可能遇到最大的威胁 封吟由此担当 最好不过 而他何图道人 身为外仙盟之主 却不适宜在什么时候都强行出头 我也一起吧 对着上古地先留下的秘密 我是多一刻也不愿意等啊 说话间 天伦真君也上前一步 一遇同行 而对于群仙墓的初次探索 有这两位便已经足够了 其他人就算是有心前往 也自认不配和天伦封吟同行 两位掌门对视了眼 封吟拘手 天伦押后 一前一后步入门内 而就在众人目送祝福之际 一个身影 悠然的缓步夺向门口 步伐说不出的理直气壮 那风轻云淡的姿态 仿佛前面两个人只是开路先锋 而他才是真正的主角一样 那个人就是王鹿 而有些时候 在众目睽睽之下特立独行 往往会因为观众高度震惊下的 无所作为而变得无比的顺畅 比如此时此刻 当王鹿大步跟在天伦真军后面 准备迈步进入群仙墓之时 周围一众原鹰化神石瞪大了眼睛 莫瞪口袋 却无人阻止 因为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什么特别的节目 必然是蕴含深意的 只是自己所知不多而已 就连合途道人都只是认真地凝视着王鹿而一言不发 不过 还没等王鹿在众人惊恶的目光当中跨过门去呢 他肩上便多了一只有力的手掌 将他牢牢地按死在地上 臭小子 送死去吗 王鹿惊讶地看着阻止自己的师傅 如果没有他横插一刀的话 自己眼看着就能糊弄混进去了 至于说群仙墓里面会有多少风险 其实真心不会有多少风险 对于群仙墓 王鹿作为地图的持有者 几年来的解析之下 所知比在场任何人都要多 那里虽然有危险 但是还算不上是龙潭虎穴 至少最前面几关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 还没等他坚持辩解 师傅的一句话 就让他面色一沉 带着你无相仙星去那玩意里冒险 你真不要命了 说话间 根本不容王鹿反驳 师傅跟将他给提了起来 一股与无相公同源的法力涌入体内 令他浑身动弹不得 而后非空离去 半点质疑的余地都没有 王鹿还是第一次发现 师傅的预见速度竟然可以这么快 他区区一个金丹修士 脚踏翠竹剑 纵横云雾剑 竟是瞬息万里 自天南州到沧溪州数万里路程 只用了斩茶的功夫 王鹿只觉眼前一花 眼前一片熟悉的绿水青山 已是和师傅一道回归了 灵剑山的境内 而回到无相风以后 师傅甚至不及多说一句话 阴沉着脸色 直接提着王鹿 进了那间两个人同居十多年的主室旅 然后一把将他按在床上 伸手就去解他的衣服 王鹿简直惊诧莫名啊 诶 这是无相风上某种奇特的福利待遇吗 我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不过你是不是让我先去洗个澡啊 然后再吃两斤生蚝再说呀 对你对我都比较好 师傅充满了不懈的冷笑 树生 然后伸手 毫不停歇地解下他的红白道袍 动作之流畅自如 已经难以用为手鼠耳来解释了 哎呀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六十六集 你当我跟琉璃一样蠢啊 当王鹿动作不停 继续将手伸向裤带之时 王鹿就越发觉得事情不妙啊 过去十多年间 师徒二人关于这方面的玩笑 的确是没少开 但是其实是戏谑之余 两个人的分寸掌握得非常的微妙 从不曾余举 而眼下这一幕 怎么看怎么像是强暴现场 别说什么余悦不余悦 绝对已经是违法犯罪行为了 可是 看到师傅一脸的郑重 丝毫没有淫邪之意 王鹿只能猜测 莫非师傅调教我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采阳补阴吗 填补他修为跟节操上的缺失吗 如今我虚担有成 体内又关了一个西医准传奇 正是传奇级的大补之物啊 他老人家只需坐地稀土一番 便从此告别金丹境界 成为光荣的原鹰真人了 弥补了跟其他天剑堂长老的差距 每月供奉也能上一个台阶 有了这种靠谱的理解 王鹿此时简直想象不到 师傅有什么理由不灵性他 反过 下一刻 王鹿就知道 自己还是想插 因为师傅将他裤子也除下之后 不知从哪儿取来一盒药膏来 伸手在他身上涂抹起来 那药膏触感一片清凉 丝丝凉意沿着皮肤逐渐地渗入 从血脉渗到玉府仙心领 领赤金色的无相仙心上 照上了一层幽绿色的光芒 冰心枝啊 不然还能是印度神游吗 你个不知死活的蠢货 真以为凭你那无相仙心 三十五重的修为 就能长期镇样一个 天魔级的魔头 天魔级的魔头 我不知道在西夷大陆 是怎么分的 不过在我看来 就是个强大的魔头 无影无形 自人心恶念中滋生壮大 最是诡异难缠 你不知用什么办法将他重创 而后用无相仙心镇压 思路不错 但做法根本是找死 这种魔头镇压一时还可以 长期相处 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 王露面色收敛 运转元神在体内扫过了一次 无影无形 连无相公都无法察觉异样 那要看是谁的无相公了 就你 冷笑完 王露面解释 他是因为太虚弱了 所以短时间内只能在你体内寄生 你的无相仙心基础扎实 令他的寄生进度非常缓慢 但同时也表现得没有半分异样 上次我在西医见你 一时疏忽都没能察觉 但等你回来 你头顶的死罩星 简直能晃瞎我的眼睛了 要不要那么厉害啊 不然你以为在读报告的时候 我为什么一直站在你身后 那么无聊的玩意儿 我多听一句都头疼 中间还要和老三那缺心眼的 货色斗智斗勇 为师良苦用心 还不是为了帮你镇压魔头吗 不是为了监督我念完赞助词啊 废话 以你的性子 肯定是念完以后回来找我分成 用得着监督吗 王武一边善解人意地说 一边伸出手 按在王露的胸前 精纯佩然的无相法力 涌入王露体内 仿佛一支精锐的军队 在玉府中将幽光笼罩的无相仙心 包围得水泄不通 好了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 你就乖乖睡上一觉吧 话音刚落 王露就觉得脑中一沉 睡意不可阻挡地涌了过来 醒来的时候 竹室内光线暗淡 血色的夕阳自窗口斜斜洒下 带来丝丝暖意 室内一阵淡淡的酒香 背显温馨 从光线判断 王露猜测 自己应该是沉睡了小半日了 先前的天南洲 被师父带回灵剑山的时候 是时过正午不久 而此时也不过是傍晚时分 而下一刻 师父慵懒的声音 自卧室外的厅堂内传入耳中 终于醒了 陆少爷 真能睡 整整三年零六个月呀 王露豁然起身 什么 三年零六个月 师父在听室内不怀好意地笑 是啊 没想到吧 一觉醒来已是沧海桑田 事实变迁喽 对了 前两天刚好是你琉璃师妹的婚礼 你光顾着睡没参加上 很遗憾吧 等等 小琉璃的婚礼 是啊 对象是万法先门的展子叶 如今的子叶真人 也算朗采女帽吧 展子叶暗夜小琉璃 这事你应该知道吧 你睡着的这几年呐 展子叶疯狂发动攻势 关键是人家送了好多聘力上山 诚意十足 实在让人无法拒绝啊 王露皱眉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睡太久 首席弟子身份被朱师瑶夺走了 虽然我也帮你争取了 但人家成功晋级金丹 在群仙目中也屡有惊世骇俗的表现 锋芒之盛 甚至力压穷华 你这睡美人实在没什么竞争力啊 虽然你之前几年锐意无匹 屡创奇迹 可金丹以前的功绩 其实都是虚的 还有吗 再有就是你的治教解散了 几个副教主各种争权夺利 偏偏你这个教主不在 没人镇压 所以很快就各自为政 分散各剧了 而治教一旦没有主心骨 下一步就是泯然众人 再之后呢 就是被其他势力吞并 三年六个月过去了 我竟变得如此凄惨 忙碌语气中满是难以置信 王武倒是淡然 很正常啊 你出道以来 其遇不断 高歌猛进 但终归根基浅薄 一旦你停下脚步 就如溺水行舟 过去的一切很容易烟消云散 不过这对你也是好事 你也该静下心来 认真修行一段时间了 作为修士 你的第一要务是修行 而非四处惹祸 这段时间你就踏踏实实 突破金单再说吧 忙碌沉默良久 然后玩玩 虽然过去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总归有一件事是好的 就你欠我的分城费用 可以力滚力滚上三年零六个月 师父跳起来 我靠 哪来的分城 哪来的力滚力 怎么想赖账啊 也行啊 就请师父你欠债肉厂好了 以你的姿色一次就算是两百万好了 王武认真地凝视着徒弟的双眼 见其中只有细血 便知道自己的把气算是泡汤 只能颇为无聊地怂怂肩 果然骗不到你 真没意思 顺带一提 你的确没睡那么久 你是怎么发现问题的 废话 小琉璃怎么可能嫁给别人呢 你这种瞎话当然没人信了 王武瞠目结舌 总觉得徒弟的聪明材质 好像有些方向性的错误 但是又不知该怎么纠正 总之 看看这个吧 王武说着 用手指翘了翘 厅堂桌上一枚灰色的圆球 王武起身穿好衣服 到厅堂里面一看 这是你的排卵气到了吗 王武冷冷一笑 不 这是你的卵 王武笑容凝滞 只觉得似乎某处在发凉啊 难道说 师傅在他睡觉的时候 偷去了重要的东西吗 好吧 实情当然不会那么猎奇了 王武作为无相公的修饰 对肉身的掌控能力 已经到了极高的层次 一毛一发的损失变化 都能够察觉 更何况是要害器物 这是从你体内取出来的 成卵形 当然是你的卵咯 师傅面不改色地信口胡走 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一无所获 你不是自诩零件学霸吗 那么揭穿秘密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仔细研究去吧 说着 王武将灰色的圆球丢给王露 好好收起来 这种东西 在如今的大陆上 已经不多见了 这是 王露捏过圆球 只觉触手清凉滑润 以元神扫过 却如一片虚空 包括 想到从自己体内 取出这个线索 倒是不难猜测它的内容 这是 无面者 嗯 就是那个魔头 我将他抓出来后 顺手料理了一下 本打算炼成丹药 结果可能是 西医的魔头 某方面性质 和九州这边的同类不一样 灵丹庙要没炼成 炼成了一个不明用途的灰了 我想嘛 你好歹也是个男孩子 可能会用得到 就留给你了 王露听得一阵蛋疼 哎呀 在调教徒弟的问题上 还算是靠谱的 他既然让自己收下 总是有收下的理由的 好了 我身上的隐患 也算是解决了 是不是这就没有什么事了 说着 王露边说就要走 那心思 早就飞到了 天南州的群仙木门之中 急什么 先给我在山上 把金丹练出来再说 金丹 王露一听就惊了 联盟从戒子袋里面 取出一罐蜂蜜了 在灰色圆球上 磨了一把 刷成金灿灿的颜色 嘿嘿 金丹在此 请您查收 站住 王露这次 毫不客气地将徒弟给拉住 定在原地 你现在去了也没用 头汤你是喝不到了 三天前 第一批和第二批 进入群仙木的人 都已经回归了 你现在过去 连第三批都排不上 等等等等 第一批跟第二批 我到底睡了多久啊 没有三年那么长 但也没有两个时辰那么短 一个月零三天 足够你措施所有出风头的机会了 王露更是意想不到啊 居然睡了一个月 那无面者对我的钦石剂声 到底有多严重啊 王露摆了摆手 其实也算不上多严重 趁严重了 我还来不及救了呢 事实上 你在第三天就可以苏醒了 是我给你喂了点药 让你多睡了一个月 王露已经无话可说了 师父的行事风格 果然令人难以琢磨 不拦着你呢 你肯定要去群仙木 不出意外 你肯定又是连战连结 然后自我陶醉一番 再找其他的麻烦事做 不是我想故意打击你 而是作为师父 不得不提醒你一生 玩闹的事情 差不多就得了 别忘了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王露的面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以至于王露也无法轻松以对 你觉得 我的方向有问题 大问题 用你的脑子想一下 这次你去西夷大陆 舍生忘死地奋斗了 小半年时间 都有什么收获了 实力大幅度提高了 法宝大幅度升级了 功法全面加强了 在我看来 除了阿亚看你的眼神 有些变化 其实你没得到什么东西 没错 你拿到群仙木钥匙 算是在九州境内 扬眉吐气 可如今人们谈起你 谈起穷华 明显认为后者更强的居多 因为他是金丹 你不是 而修仙界 到底还是实力第一 哎 我知道 用着你刀的 金丹境界 是一道分水岭 金丹以前的功绩 再显赫 也是虚名 对吧 王露所说 正是九州修仙界的规则 金丹 非金丹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任何一个金丹真人 都是九州修仙界的宝贵财富 修仕从隐气入体开始 一路经历炼气 筑机 虚丹等三大境界 突破天地与自身的重重艰难考验 最终成就金丹 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业 整个修仙界中 一万个炼气入门的修仕 最终能够成就金丹的 也不超过十个 对于云云众生而言 金丹真人 已经是高高在上的 距于世界的顶点了 事实上 金丹的确是一个 全然不同的境界 前面几个境界 修士仅仅是修士 然而 一旦成就金丹 便有了真人头衔了 意味着 在修仙界 真正有了立足的本钱了 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在修仙界 能真正地像个人了 成就金丹 对修士而言的提升 那是智的变化 而提升难度 也是可想而知 除非是不惜前程 为金丹而金丹 否则任何一个 正统修行的修士 在虚丹到金丹这一关上 都要驻足良久 甚至 比金丹晋级原因 还要慎重艰难 王禄对自己的预期 是最低十年之内 顺利的话 五年内冲击金丹 以他今日须丹上品的境界 已经是非常保守的计算 但是师父的思路 比他还快 两年之内 给我变身金丹真人 然后独立出去 王禄真是吃了一惊啊 哎 两年 要么这么拔掉无情啊 咱们相依为命 空军十多年了 你居然这么急着赶我走 一日试图百日恩好吗 阿雅荣誉出品 第467集 变强大的理由 按照灵剑派 或者说九州修仙界的通行规矩 修士一旦成就金丹 就如同凡间少年行弱冠之力 竟要步上独立自强的道路 一般而言 会脱离弟子辈的位阶 享受更多的自由 同时也失去了门派的过度保护 或者说是抚养 当然 这个规矩也是因门派而异的 对于那些下品门派 要金丹 才算是成年未免太奢侈了 虚单 乃至住击的弟子 就已经要为门派做牛做马了 而到了万贤盟舞爵那个层面 虽然不至于金丹斗如狗 猿鹰遍地走 可是区区金丹就想 独立自强 独当一面 也是有些难为人 至少王鹿可没打算 成就金丹以后 就脱离师门庇护 把事做不到 而是没必要 对于王鹿的抗拒 王鹿只是冷笑 哼 觉得难了 做不到了 两年金丹 我已经很关照你了 知不知道 现在九州大陆的形势如何 虽然王鹿问的是九州形势 王鹿却清楚 他的重点是在九州大陆上 和自己同辈修饰的情况 圣经穷华 不过是万仙盟之首的首席弟子 亲丹修为 而且心境超群 那一日目光相处 心中略有所感 王鹿对穷华的评价是相当高 昆仑昭穆默虽不经于战斗 但是后期波发 修为进境应该也是越来越快 当日在太古剑种见面时 修为虽不算特别突出 但是这两年获得突破 也是大有可能 对于曾经联手过的周睦睦 王鹿也不吝惜给予肯定的评价 而他的推断也得到了肯定 三月之后 周睦睦将在师门长老护法下冲击金丹 别问我为什么他修为静静这么快 我懒得解释 王鹿也不在意 继续点评 群黄山上的修士们 这几年低调形势 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月前我见过枯琴证据 在枯琴身后侍奉的八脸少年 应该就是君黄山的首席弟子了 修为不在穷华之下 嗯 他的资历最深 修行时间在这一代首席中最长 虽然一直没有过人的名声传出来 不过小乔君黄山是最愚蠢的 王鹿点点头 至于万法的斩子叶嘛 哼 敢拿小琉璃的主意 注定是孤独一生啊 不足为虑 喂 你这点评工作的节操流失速度 未免太快了点了 王鹿松松肩 最后 输回咱们灵剑派 四个首席 一个常年失踪的姑且不论 小琉璃渐心通明 亘古资质举世难寻 他所修功法也是后继勃发 如今虽然实力在我之下 但是一旦越过金丹的门口 恐怕在同级修士中难有敌手啊 我的无相剑 遇到他的破仓穷也要斟酌几分 至于大师姐啊 规格外 不讨论 当初 王鹿和朱石瑶在太古剑中与剑魔相遇 阴差阳错 朱石瑶被剑魔的元神占据子府 之后却因祸得福 促进元神极大进化 实力暴涨 而他修行时间本就比其他人长 星辰见点的神庙之处也是异常强悍 如今 虽然也没跨过金丹的门口 但是王鹿觉得 就算是琼华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恐怕 如今同辈人中货真价实的综合实力第一了 分析得不错啊 所以你看 你原本在同辈人中建立的优势 现在已经微弱了 虽然单打独斗 手段进出之下 就算朱石瑶也未必能胜你 但人家在五年内必然要过金丹节 一旦成为金丹 他的实力突飞猛进 一剑能串你这好的十来个 穿成个糖葫芦 小琉璃也不必说 他现在的实力稍弱 是因为和破苍穹这等仙剑的磨合还不到位 总之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了 同辈第一人的名头 你已经坐不稳了 不抓点紧 就真的钻不住了 我何必在意第一人第二人的虚名呢 师傅淡淡地解释 因为广告赞助费的差距非常大 无论师傅阻止王鹿高歌猛进闯群仙墓的理由是什么 在网络沉睡粤语以后 的确有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群仙墓的开发有了初步的成果 第一批进入仙墓的风吟和天伦 在半个月前已经回归九州了 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战果 他们在群仙墓中 见到了成千上万 数不胜数的独立空间 并称为仙梦之境 并切实打通了一个梦境 在梦境中 他们经历了严苛的考验 并赢得了战果 两件下品灵宝 对于合体和化神七的修士而言 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终归是灵宝一级的 足以令大陆的九成九的修士 都趋之若鹜了 而在风吟和天伦之后 第二批进入的则是晚辈弟子 以琼华为首 周木木斩子叶都有参与 只不过是分头行动的 之后半月 琼华过关 并拿到了三件下品法宝 周木木和斩子叶 各斩获两件法器 其余的门派精锐弟子 有成有败 不过大部分还是有所收获的 而两轮之后 人们对群仙墓 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那里确实是一个 取之不竭的宝库 论及收藏之丰富 甚至远远凌驾于 西大陆的黄金王宝库之上 只是要取得宝物 难度也提高了不少 首先是经历的考验 五花八门 天伦和风吟经历什么 他们两个人并没透露 但是第二轮弟子们 进入群仙墓以后的经历 却多有流传 琼华仙子是进入了一座深山 山中妖魔横行 他展出妖魔以后 在妖魔洞窟当中 发现了他们的宝物 也就是三件下品法宝 周睦睦的经历 则比较奇怪 他进入了一片绝境 环境异常的恶劣 以至于他这个虚单巅峰 都难以维持 包括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一位 重伤的前辈修士 凭借着自身医术 为其疗伤 而前辈修士 则在指点他生存之道以后 又赠了几件法器 而展子叶 却是遇到两位前辈修士 两个人为一道功法的改良 而争执不休 展子叶听了一会儿 便忍不住加入其中 最后 讨论了半个月 才算是初步有成果 而两件法器 就是展子叶的报酬 其余修士经历大多如此 所入梦境 多半与自己的特长有关系 得到的回馈 也大多合用 虽然品质不高 但那只是因为 大家没有深入到仙梦深处 根据已有的线索推测 在拿到第一件宝物时 如果不着急退出 而继续深入的话 得到的好处将会更多的 不过 除此之外 人们也发现了群仙墓中 有着严格的限制 首先是得到的法宝 只能够自己使用 无法转交给其他人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使得群仙墓的最外层 显得颇为鸡肋 风仪和天伦 各自拿着宝物 却无法赠予弟子 而对于他们来说 身上所持的最差道具 也不过是中品领宝 这个层次 而至于说 穷华拿到的下品法宝 对于清进门派资源 而培养的首席弟子而言 更是毫无价值 所以说 想要真正拿到实质性的好处 唯有不断地深入 可是想起开门那天 门内的声音所说 收获越多 肩负的责任也就越大 难免令人迟处 所以 第三轮的开发 等了一段时间 待众人充分吸收 前两轮的经验以后 再做计划 而开发团队 也在筹备当中 对于整个万仙盟而言 群仙墓的开启 简直等于新时代的将领 孕育着无限的未来 别说是进入门中了 但是门外的风都 都显得是日新月异 生机勃勃 天南州 已经成为整个九州大陆的焦点了 可惜 这一切 对于零剑山上的某人来说 注定只能是故事了 哎 简直让人看不下去了 这群蠢货 群仙墓的仙梦之境啊 分明需要规模适中的团队 联手开发了 通过团队成员的互补 完成高难度的任务 并取得超越自身境界的宝物 很多线索都是明摆着的嘛 何须这么小心谨慎的开发 简直浪费时间嘛 简陋的客栈当中 网路手持一份报纸 然后将腿搭在桌子上 身子一摇一晃 身下的板凳携立着 随着发出 吱压吱压的声音声 一阵一阵的 平缓的节奏 在客栈内回荡着 只是声音响动当中 却透出网路本人的 强烈的不耐烦来 而这刺耳的旋律 很快就被人打断了 客栈的老板娘怒派柜台 看不下去的人是我好吗 你要不要这么无聊啊 专程跑到我这里 不住店也不点菜 一门心思看你的破报纸 不吃饭 是因为刚在食堂吃太饱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虚单修士 真要开怀大吃的话 一头大象也吃得下去 但是若是吃某厨师的手艺 就算是合体真军 恐怕也不会有食欲了 老板娘有气无力 是是是 我知道你在阿娅那受苦了 不过你与其每天来这里抱怨 如何她直言不会如何 王露淡淡地翻过一二报纸 阿娅呢 已经完成自己的誓言了 英灵完美 而后又凌肉合一 如果真打起来 估计着天悦都未必能够赢她 你让我在她面前直言不讳啊 老板娘赞道 你可真是 蒸蒸铁骨啊 至于说我不住店 自然因为最近万仙盟在搞扫黄打飞活动 我想咱们孤男寡女的 我来这儿开房也不太合适 坑啊你这黑店不要紧 我这大为名人 可不想就这么进去 话音刚落 一探上好的女儿红 就如巨石一般飞了过来 离开儒家客栈以后 王璐的心情仍有些闷 通过顺丰行的报纸 这段时间 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 她尽收眼底 作为专业冒险者实在是跃跃欲试啊 可惜她偏偏不能参与其中 因为师父下了死命令 在达到虚单境界巅峰 并且攻法等局境界全面契合以前 不能下山 如有违背 那也简单 王璐沉睡的一个月里 足够师父大人做太多的手脚了 比如 用录影的京师拍一些不雅照 你敢上山 他就敢发 王璐毫不怀疑 以师父的下线 绝对是做得出这种事来的 而他老人家 之所以不将目标定为成就金丹 是因为金丹那一关 是需要一定的契机 不光是靠情修苦练就能够成功 当然 以空灵根的资质 其实也不存在什么评价 要是真想成就金丹 按部就班的修炼也能做到 但是金丹与金丹 品质差距那是极大的 令人半点也马虎不得 要是将那些成就金丹 当作一生追求的庸才 或许是不必考虑太多 但对于王璐而言 这一步必须卖得监视 换句话说 金丹必须是最顶尖的金丹 为了这一步 这两年 他必须接近全力所能 去夯实根基 非但要将须丹上品提升至须丹巅峰 无相剑等功法 也要全部达到50重境界以上 要说难吧 倒也不至于难如登天 两年时间 对于如今的网络而言 已经能做很多事 他在西大陆并非全无收复 无数次严苛的实战 让他体内仿佛蓄满能量 只待爆发了 但是为了升级而修行的日子实在是有些无聊 习惯了四处冒险以后 在山中潜修的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 琉璃仙啊 被四十拨周明抓去闭关了 小白陪着关海师出到东立州寻耀了 那笨狗 不知吃错了什么东西 开始沉睡 就连文宝月薪瑶等人 都被发配到了天南州的风度一带历练去了 整座灵剑山神 网络能说得上话的 就剩下两个厨子了 其中一个 是疯狂练金术师阿雅 每次接近都有生命危险 另一个 则是儒家客栈的老板娘 如今已经被王禄骚扰地 在门口竖了牌子 王禄与狗不得入内 不过正因为难熬 所以才要去熬啊 王禄很清楚 师父的话是对的 他必须要沉下心来 认真修行一段时间 不然 他的心就永远静不下来 而他与其他同辈天才的差距也会缩小 然后扩大 所以 就算他已经趁着师父烂醉如泥时 在他贴身的内袋里 找到了自己的不雅照 仍然坚持留在了山上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前修 中间小段时间呢 用来骚扰老板娘 两年时间 蓄弹巅峰 一年后 在无相风上 狭小的竹室之外 两道人影似闪电一般纵横交错 视而纵身半空 隔空划出锐地的剑气 视而天身激动 剑机的暴响似暴风骤露 无数道剑气在无相风上迸发爆裂 划出五光十色的绚丽光彩 两人当中 一个主弓 气势凌人 一个主房 左之右处 而在剑光之中 属于无相风主的声音 异常地清零响亮 出剑太慢了 简直不像话 我以虚单中品 竞见于你过招 我出十剑 你竟然连三剑都不能挡 而且这出剑 有气无力的 是不是又跑去 和小灵儿鬼混了 小心我投诉到掌门那边 打断你的腿 无相风主极言力色 满面威仪 只是说出来的话 却带着几分骚扰的意味 包括 被训斥的一方 也是毫不客气 反向骚扰 打断我的腿 用什么呀 你这个穷鬼 买得起萝卜吗 你如果今天傍晚之前 不能练成无相剑 第四十五重以上 我就用你菊花 听到没 一年的苦修 成效斐然 如果说修为上 从虚单上品 到虚单巅峰 还算是西大陆 数月生死历练的 后继薄发 那么无相剑骨 无相剑法等功法 接连月升了十重天 就真的只有 拼了命的苦修 才能做到 这一年来 是网络上山以后 所经历的最为严苛的一年 虽然没有当初 跟小琉璃练剑 经常练的两个人 互相重伤那么夸张 但实际付出的辛苦 却只有更多 因为师父的要求 实在是太严格了 无相剑法在两年内 要提升十几个境界 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初 他光是为了无相剑法 第三重就花了超过一个月 如今的积累更为深厚了 进境里应更慢一些 更何况 在练剑的同时 无相剑骨 无相仙心等等 均要同步进行 而要实现这些 已经不单单是拼命了 品先天元气就能够做到的了 网络必须将自己的所有资源 全部都调集起来 首先是丹药 这一年里 各种灵丹妙药 几乎当成了饭吃 索性 七师叔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而网络自己也破费良多 灵师花出去近百万 更多不是没有 而是很多东西是有价无市的 其次是筹划 相对于师父定下的宏伟目标 两年时间真是要争分夺妙啊 为了有效利用时间 网络一方面 许多工作都是多任务同时进行的 另一方面 则要合理规划 例如在力行练剑之后 趁着恢复体力法力之时 进行深度冥想 而肉身则洗练手印等精细工作 磨练灵活 同时 功法的进度也要彼此配合 或许有的功法 如无相剑骨 因为更多依靠外力的缘故 进度非常稳定 那么需要灵感和悟性的无相先心 就需要有心引导 然后就是充分的休息 没有功闲可以永远绷紧而不断的 每隔一段时间 网络都会给自己一点休息时间 要么是到山下 灵溪阵里去骚扰老板娘去 要么是应阿雅的邀请 帮她完善菜品 顺便锻炼一下自己的抗毒性 一年时间里 充分的令人难以置信 而一年之后 网络已经按照进度 取得了惊人的成效 无相剑等功法 全面突破到四十五重天以上 法力更是充盈饱满 玉府当中 一颗虚单是浑原剔透 隐含着金光 仿佛随时可能 由虚转时产生质变 当然 距离真正的质变 还需要大约半年多的准备 届时按照师傅的规划 她将以最完美的姿态 应对金丹之节 一旦能度过那一节 很可能就会成为 品级最高的无上金丹 然后 然后 她老人家就能以 无上金丹修饰的师傅的名义 各种开设课外补习班 去捞外快 当初说好的广告赞助费 其实是她以 王禄师傅的名义 到外面去开课 捞外快的广告赞助费 王禄本人忙如狗 哪有功夫接拍广告啊 当然 广告据说也做了不少 但是具体操作 也都是王禄一手操办 王禄根本是无暇顾忌 有些时候 王禄甚至怀疑 王禄那个贱人 把修行安排得这么紧张 是不是就是为了 让他无暇顾忌 他在外面乱接私活 非法运营自己的肖像权呢 不过 在紧张的修行当中 他真心管不了那么多了 卖肖像权跟版权都随便吧 只要别瞒瞒瞒瞒的 把肉身也给卖了就行啊 这一日 刚刚结束了辛苦的修行 王禄按照原定的计划 准备下山去骚扰老板娘一番 然而 才走到四象峰 就见山外云雾大阵当中 传来一群人 面色颓丧 仿佛败军之将 而其中 更是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令他不由得一乐 文宝 怎么连你也跑去开荒了 哎呀 荣誉出品 第469集 为了金丹 我 逆然 决然 说到文宝 当年曾是王禄的忠实下属 如今一直协助管理着 制教的琐碎事物 关系一向融洽 只是随着两个人 修为差距的不断加大 共事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而王禄在山上的修行 一直是勤奋的 两个人闲暇时 见面聊天的机会也少了 关系这几年 略为生疏了一些 想不到 竟会在此偶遇 听到这声胖子 正随几位师兄师姐 一到腾云驾屋的文宝 浑身一震 仿佛受到惊吓的野猪一样 低头见王禄在 思想风平台上挥手示意 脸色一阵变化 竟是要遮面顿走 王禄顿时就乐了 脚下一点 身心如电 搜的一下便堵在文宝的前面 令胖子更为惊恐 王禄上下打量了一番 见着胖子跟印象中相比 着实瘦了一圈 但是并不像受了什么 恶毒折磨 看上去法力充盈 肉身结实 内外宫已有河流的迹象 正是从筑击到虚丹的仙兆 以他的资质悟性而言 这进境已经是相当可喜了 只是更仔细看去 却发现胖子心神不宁 道心晃动似有残缺 看上去像受了什么 极大的震撼 以文宝的憨厚和历练 王禄顿时好奇 什么样的经历 会让他肉身无损 而道心受挫呢 文宝可不是那种 在山中死修的惊怨派 他在练气气 就被自己抓去 涌到七星教 也算是见多识广 身经百战 要是遇到那种特别的强点 不至于肉身完好 而要是一般的恐怖事物 也不至于吓得他会到心失手 而再联系到文宝 见了自己的第一反 王禄左右一响 再以无相法力灌注双目一扫 顿时便黑黑一笑 死胖子 你出轨了吧 我要告诉月师妹 文宝当时就给跪了 我没有 没有你跪个屁啊 你一副坐视心虚甚亏的鸟样 生怕别人猜不出来是吧 得了得得 过来给我好好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等拉着文宝下山到了灵溪镇 死胖子简直是一步一驻足 王禄连拉带拽 才把他拉进了儒家客栈 等见到了老板娘 文宝的腿就更软了 结果还没等王禄催促呢 文宝就竹捅到豆子一般 将自己此行的经历详细到来 原来数月之前 万仙门和发管委 对群仙墓的开发 已经连续进行了数轮了 并开始在仙梦之境中逐渐深入 并扩大了允许进入仙墓的修饰范围 五绝门派的内门弟子 其余几大上品门派的真传 或经掌门批准的精锐弟子 均能在有人指引的情况下 进入仙梦之境里面探索 而文宝就是零件派第二批派去的内门弟子 考虑到对仙墓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 文宝等人只被允许完成前两个环节 到了第三个环节就必须自行退出了 而依照先前的经验来看 前两个环节只要应对得当 几乎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结果文宝进入仙梦之境以后 的确是没遇到什么危险 无非是在一个和平的山村当中 遇到一伙精怪作孽 那些精怪数量众多 但是都是乌合之重 文宝提起师傅为其打造的黑石重剑来 在精怪群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全肩对手 但是自身也受了一些伤 进展到这里 文宝的探索算是非常顺利的 身上虽有轻伤 但是根本不妨碍行动 所以他便开始了第二轮的探索 村人告知山上多了一个妖魔寨 唯非作胆 如今下山的只是先锋 文宝计算了一番 自觉实力应该可以应付 便只身上山独闯龙潭了 但是接下来的发展 就完全出乎他的掌控 妖魔的山寨虽然被文宝给捣毁了 但是因为他功强手弱 一时不慎也受了伤 热情的村民留他在村中养伤 文宝一来觉得时间也充裕 二来觉得盛情难却 便答应下来 可是我慢慢没想到 那山寸之人竟会那么热情 文宝欲哭无泪 他们一开始只说村里有疗伤的草药 要替我换药 可是换药的时候 他们却一个劲的 话还没说完呢 王璐已经不行了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你在谁身上出了鬼 结果居然是在仙梦之境里的幻象傀儡啊 哈哈哈哈 你这胖子 是去求宝还是去嫖啊 老板娘也乐得弯下了腰 哈哈哈哈 死胖子 我还真是想瞧你了 人家去群仙墓 要么打得辛苦 要么算得辛苦 只有你是干得辛苦啊 哈哈哈哈 文宝被两个人取笑 恼怒地将头埋在了桌子上 我现在可咋办呢 王璐努力忍着笑 拍了拍文宝的肩 你先 你先说 这事儿 你主要对谁没法交代 是岳师妹啊 还是那千户啊 文宝念如了许久 不肯吭声 哎呀 两个人两个性子 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啊 但首先必须坦诚问题 不能试图隐瞒 你道心缺害是硬伤啊 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你身上有问题 而且细看之下 不难发现原阳缺失啊 主要是你有项功法给破了 那两个人都不笨 总会发现问题的 要是岳师妹嘛 话没说完呢 就听文宝细说道 主要 主要是千户那边 有点问题 哎呦 死胖子可以啊 居然把那种强光气质的女子给拿下了 王陆连连派奸鼓励 要是千户那边就简单多了 你就直接跪舔 承认错误就行了 然后等待发落就行了 啊 要是他 要是他不要我了 怎么办呢 听到这儿 老板娘当场就喷了 王陆也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他妈好歹是助姬修士的 出身皇室贵胄 如今还是五绝内门弟子 那一项不比他强啊 你这个丧家犬的模样 丢不丢人呢 嗯 这么说吧 李娜的那个性子 如果她认可了你 一定是认可了你的优点和缺点 你性子幼柔寡断 吃软不吃硬 那么偶有万一 她应该料得也能够包容 何况 这次的对象 只是梦境中的傀儡木偶一般的东西 如果是月师妹 那你就完了 文宝正正 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 该哄得哄 该认错得认错 反正跪舔也是你的长项 你就充分发挥特长了 花式跪舔 舔到纳千户舒服了 惬意了 满心欢喜了 你的外界也过去了 嗯 是这样啊 是啊 顺便问一下 需不需要我提供药物支持啊 当年师傅送了一剂灵药 我给无偿志愿你的 打发了文宝 王露在客栈当中陷入了沉思 老板娘见他难得不说话 好奇 想什么呢 文宝的事让你这么上心 王露摆了摆手 没有 我是在想 或许我突破金丹的契机 已经找到了 哦 老板娘更加好奇了 在哪里啊 王露的师傅 要他两年之内 达到虚丹境界巅峰状态 而不求金丹 就是因为金丹这一步 着实需要几分运气 契机难求 而王露现在说 他居然找到了 是啊 就在寻仙墓 老板娘当时就惊了 你成就金丹的契机 就是靠瓢吗 哎呀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七十集 曾经的王霸之气 关于老板娘这等 觉悟低下的小业主 王露从来不指望 他能够有什么 靠谱的领悟 关于金丹契机的事情 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了 而回到无相峰之后 王露本打算 跟师傅交流一番心得的 结果 师傅又跑去外面 接私活 留下屋里面 几页草高纸 上面写着 无相剑法 无相剑谷 无相仙心等功法 下一步的修行之意 甩手师傅做到这个份上 王露也不得不说 一个福字啊 更福的是 师傅留下的草稿 虽然潦草 但是他不得不看 时至今日 王露修行无相功 已经快十五个年头了 对于这门功法 已经有了极为深刻的理解 也不时会有创新的想法 但是大部分时候 他的创意 与师傅这随手的 几张草稿相比 总是差了那么几分味道 有时候 干脆是天壤之别 王露实在是不想承认 自己智商上 会输给王露 所以想来想去 只能说上天 关上了一扇窗 就会给人打开另一扇窗 考虑到王武内斯 有关节操 道德 品味 异性元 智力发育等等窗口 都被封死了 那么他在某些领域上 有惊人的天赋 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在房间里面研究了一会儿 王露正准备休息 突然 一夜灵符在眼前燃起 竟是掌门传唤 掌门召见 王露立刻起身前往了星辰风 而在掌门的竹室内 几位长老正面色肃然地等待着他 这个架势令王露心中一惊 过去几年 掌门传唤时而有之 大部分是师父不在 他代为传达指示 有时呢 则是封银就一些具体问题 征询他的意见 王露作为灵剑派的首席弟子 已经有权参与一些 门派事务的处理了 但是以灵符召唤 有多名长老等候 这就比较少见 通常都是需要天剑堂 多名长老共同决策的大事 王露心中一转 略有猜想 嘿 见过掌门师伯 二师伯三师伯 请问今天帐我来此 是为了免除师父无相封主 天剑堂五长老的职位 然后让我接替吗 弟子自知才疏学浅 修行时尚短 但是日后一定会鞠躬尽摧 话没说完 就见几位长老面色都是一愣 心知貌似猜测有误 不过 很快就听到二长老刘显说道 师兄嘛 我觉得此事未尝不可疑啊 掌门摆了摆手 哎呀 王露开玩笑 你也跟着胡闹 王露啊 深夜召你前来是有要事 或许你事先已经知晓 此次万仙蒙十五个门派弟子 进入群仙墓 在最外层的基础上深入一步 结果却大多鲨鱼而归 虽然谈不上什么损伤 却对整个开发战略有了影响 群仙墓毕竟不是少数人的盛宴 而是汇集整个九州修仙界的宝库 王露眨眨眼 说实话呢 风银困惑 什么说实话 王露愣了一会儿 有些不可思议的说 上门师伯啊 您不过真的在意什么 整个修仙界的发展吗 其他人爱死死去呗 咱们灵剑派能活下来不就行了吗 风银苦笑 恰恰在于 这次灵剑派的成绩也很不理想 几大门派中有所斩获的 只有圣经先门和君皇山罢了 至于其中的诀窍 难道能指望他们说出来分享吗 既然如此 由各位长老先行深入探路 而后将攻略总结出来 供弟子参考不就行了吗 风银一声叹息 恰恰不行 说来啊 到现在都没让你亲身体验群仙目 也的确是一个遗憾 若是你去过就该知道 虽然仙梦之境大体结构有相似之处 但具体内容因人而异 差别很大 长老吉修士在仙梦中的遭遇和年轻一辈完全不同 没有借鉴参考价值啊 例如年轻一辈心性浮躁 在仙梦中时常违情所困 换作我 那就绝对不会遇到 王璐点点头 那是 您的童子宫已经真挚化镜了 几位长老同时侧过头去 藏住了表情 风银真人忍着尴尬 总之啊 仙目中有千千万万个仙梦之境 每一个都是为尽数的人量身打造 其中蕴含数轮故事 根据修士的历练凝结出种种宝物 同时 这千千万万仙梦之境之间 并非全无联系 而是成整体递进的结构 听到整体结构 网络适时亮出自己在太古建筑所得的地图来 只见 璀璨星河间 条条细线将星斗串联起来 形成了一条复杂的网络 风银点点头 这个群仙目的仙梦之境 越是深入 整体难度越高 但收获也越大 其中更涉及了 当初那个神秘声音所说的 仙人遗产 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 然而 深层次的仙梦之境并不直接开放 需要打通数个不同的低层次仙梦之境 才能进入 这就需要我们九州修士们 整体推荐 单靠长老 或者单靠弟子 都无法全面探索到 群仙目深处的奥秘 王璐一边摆弄着手中地图 一边恍然 啊 这些细线上这个意思啊 那么整个群仙目的结构 就都有在调整了 风吟真人又说 哎 这次各大门派的弟子 历练受挫之后 都在总结经验教训 如今我们开发仙梦之境 谁也没有一上来就全力以赴 但也是精锐辈出 然而进度嘛 还不到整个群仙目的千分之二三 这就有些难以为继 实在令人心忧啊 听到这儿 网路渐渐理解 哎呀 真正令人心忧的是 在其他门派束手无策 进度停滞的时候 有些门派却在高歌猛进吧 所以您心中危机感发作 便召我这个攻略专家前来 风吟说 嗯 你果然聪明 的确如此 如今我和几位师弟 已经打通了不少 高层次的仙梦之境 但低层次的仙梦之境 却困难重重 而低层次的仙梦之境不破 我们这一路就难以继续开发 而为了突破这一轮的仙梦之境 零剑派年轻一辈的内门弟子 已经出动了不少 哎呀 然而不单是温饱 就连岳云 获颖这些稳重的孩子 也各自受挫 刘显哭笑了一声 哎 作为船工长老 我真是惭愧无敌啊 风吟劝问 师弟不必自责 相较于其他门派 我们的成果还算不错 圣经和君黄山是出动真传弟子 才能打通多个仙境 其他门派还不如我们呢 既然要出动真传了 我自然是责无捧的 那不如这就动身吧 王陆的急切 并几位长老一惊 导演不必这么急 我知道 你师父 真不着急 就不会大半夜召唤我 是不是圣经跟君黄山的进度 让你们开始心慌了 张老们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嘛 根据我在法管委办公室 拿到的最新简报来看 圣经进度最快 已经快要解开 第一个三十六连环 只差三环 君黄山落后一环 但进度更为稳定 王陆打断 所谓三十六环 是指三十五个 前置环节的先梦之境吗 风吟深入 在网络手中地图上点了一下 顿时 浩瀚星海急剧放大 其中一个角落 呈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 一道深邃的漩涡 如同众星捧月一般 被六条细线支撑在中央 而六条线 分别串联着数量不等的星团 三十五个前置环节 共分为六条线 其中长老团队 已经打通了三条 余下三条 必须由弟子辈 才能攻破 目前三线进展 均不顺利 我能参与的 有几条案 嗯 都可以 你现在的修为阅历 可以说是 开发群线木 最合适的阶段 修为不足金丹 修行不足二十年 比较重要的几条线路中 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条件 能难住你 若是成就金丹以后 反而有些不变 成了金丹反而不变 也就是说 目前我们选择这个三十六环中 金丹级以上的仙梦 天剑堂足可应对 但是金丹以下 就非我不可了 这灵剑派年轻一代 就这么不争气啊 二长老刘显 面色显得很尴尬 而封银真人则解释 哎呀 这群纤木的设置非常独特 对年轻一辈的修饰 要求明显更为严苛 有些纤梦之境的考验 就算对于长老们而言 也显得过于困难了 圣经和君黄山 多少也是运气好 穷华虽有金丹修为 但修行时日尚浅 并不被仙梦之境排斥 我们却没有这好运气在 难怪 那我就更要及早出发了 这耽误下去 万一不小心突破到金丹境界 这连三十六环无人能破 咱们零剑派 作为群线木最大股东 反而要卡关了 封银真人苦笑 这两年本该是你全力修行的时机 师妹甚至特意叮嘱过我 结果呀 我 我 我们这些长老的 非但没能帮上忙 反而要 要你在此时打断修行 实在过一不去呀 哎 掌门哪里话 这一年 师妹给我提供的资源之多 简直让我都不好意思 虽然是首席弟子 但是价值百万的灵药 以及有价无事的各种 俯修法阵 已经远远超过一般首席待遇了 我若不为门派出一些力气 也对不起我在发官委 跟风都享受的分红啊 王禄话音刚落 就听六长老陆离好奇地问 哎 等等 你师父没跟你说过呀 这一年来 用来给你提升修为的道具和资源 都是用你的在发官委的 和风都的分红啊 等等 等等 你说什么 在极度短暂的震惊之后 王禄倒是先冷静下了 哎 以他一贯的作法 倒也不稀奇 好在 我早有准备 帮路喃喃自语 手指触碰到了戒子袋中 早早用来提防师父的底牌 十多年前 他曾用那张底牌 纵横历练之地 小青云峰 如今嘛 嘿嘿 在星辰峰竹室内的临时会议 一直开到清晨时分 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用来讨论关于 三十六连环的攻略方法 小部分时间 用来理清 王禄在丰都 发管尾的分红授权问题 经过六十数陆离的核算 王禄享有的分红额度 相当之高 无论是在群仙墓的发现 还是开门钥匙的获取 几乎都是 王禄一力为之的 在群仙墓开发的整体工作中 他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因此 尽管其作为晚辈弟子 甚至不具备真人身份 按理说 许多前辈修饰的待遇 都无法享受 但在零剑派的争取下 仍然担任了 发管尾的特聘巡视员 丰都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享有两地各自的分红权限 以个人的角度而言 没有任何人的分红比例 比他更高了 目前 发管尾因为群仙墓的开发程度 还很初级 整体战略呢 也是低廉的门票 税收吸引更多人前来 分红目前还不明显 但是丰都已经正式运转下来 并取得了极其丰厚的收入 推测下来 网络每年的稳定分红 都应该在百万零时上下 第一年拍卖地产所得 更为丰厚 只不过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被某人给贪腐了 对此 王武本心讲 并不打算过分追究 师父贪财 这么多年来 他早就习惯 虽然王武从来不曾承认过 但是早在十多年前 王武就从别人口中听说过 王武的修行资质 原是不入流的 加之无相功的特殊 他修行耗费之据 根本是常人难以想象 自己这一年的闭关修行 耗费超过百万 骇人听闻 而师父这些年的修行 恐怕每一年的耗费 都不在自己之下 更何况 按照一般的师门惯例 王露本就应该向师父 上缴部分利润所得 而根据六师叔的核算 王武所占 和惯例比例相差的 也并不太多 包括 理解归理解 所应有的绝不能少 不然 他贪腐上瘾了 那绝对使任何没有下线的事 都能做得出来 这次只是吞没了小部分分红 下次 说不定 就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 高价卖给那些变态富婆们 以防万一 王露干脆以手中某物为引 将师父的个人信息 和独特的印记 留在了丰都居中的一块 信息展示牌上 标题为 同性交友 双修和欢 金蛋貌美 非诚勿扰 联系方式 某某某某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